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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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反正一个哭也是哭两个哭也是哭三个哭 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把他那三个孩子遗弃的 对没错就读到街上去了 但是宝美啊 生了小孩啊要这个看好 要看好 现在偷孩子的很多 对对对 你知道吗 我跟你们讲一条新闻 我见过丧尽天良的还没见过 新京报这有根据吧 这不是瞎说啊 新京报11月23号的讯 记者从湖南齐东县公安局获悉啊 这个局刚破获一起特大贩卖人口案 警方对27名涉案者采取强制措施 他们绝大多数是什么人 该省各地的部分社会福利院的负责人和相关人员 这是怎么来的呢 这11月20号齐东县公安局抓了一名齐东级的人贩子 一审他拐来的孩子都是800块钱到1200块钱一个人的价格 销往哪啊 呃蒋正华这是衡阳县社会福利院院长 王伟红什么还是支部书记 还有个会计 还有司机等七人抓获扣小轿车一辆 都反正抓了好多人了 现在11月22号晚上 一个自称啊 是衡阳县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的男子 向记者打匿名电话 匿名电话 说呀 就在11月19号 长沙某福利院还花6万元的价格在这个院 买走了五名婴儿 长沙这家福利院是老顾客了 还有曾经送了两辆小车给衡阳县社会福利院使用 被警方扣的那辆小车就是其中之一 老顾客 记者得知啊 衡阳县社会福利院的婴儿大多被销往长沙 陈州 珠州 广西 广州等地 生意做了好几年了 法律界人士认为 作为国家慈善机构 国家每年都是根据被收养的人数来划剥资金 人数越多资金就越多 这应该是无良的福利院购买婴儿的最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 一些没有生育能力而私子心切的家庭 像广美这样 广美就 不是就是说他也想 我只想领养 生育能力你在怀疑人家 对对对 就是说你生了龙凤开之外 你还想领养的话 就你也就成了无良福利院的另一条生财 知道 对 他们听到这消息就来找你了 对 他们今天帮我把小孩买好了 对 但是就是说 其实这个领养的手续呢 是真的非常麻烦 我想因为其实他 你刚才在念这段新闻的时候 他讲的是说 他可能在倒卖到其他的福利院里面跟国家申请一些补助 但是我不知道国家能够有多少补助给他 我觉得最大的利润呢会在哪里 应该还是在全球一些针对一些不孕人士 或者想领养小孩的人士 对因为你要领养一个小孩子 我听说因为我有一对夫妻朋友 他们领养一对领养了小孩子 那个过程长达两年半 他们就轮着排排排排 万一就是说等到排到你了 他不会让你先看小孩 我的那个夫妻朋友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两个人不孕很多年了 就他们决定要去申请 过了两年半之后 有一天他们那个就是那个领养的那个机构打电话 跟他讲说 我们现在有小孩要让你领养了 但是呢因为你们只申请要一个 这个小孩是符合你们的要求的 但是有一个重点是 他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他们三个人是不愿意 他们好像是在战乱里面 父母丧生的 所以他说他们三个小孩是不愿意分开的 你不可以看他们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他们三个都是健全的 都是都都OK没有问题 所以你如果要领养 你就要三个一起要 如果不要的话呢 你就再接着排队重新轮过 那一等可能要再等两年了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的问题关系 我相信很多人愿意多花一些钱去买小孩 跳过这么冗长的一个排队的手续 这有个说法嘛 比如说有位阵子 不是常看到很多老外到中国 走的时候一人抱着一个小孩 一对夫妇 你没见过这场面吗 有时候我在飞行长 那么容易的吗 因为他们是领养的 他们就说是领养 但是呢 我记得有一会看到一个美国的报纸 就说其实很多这里面所谓的领养 其实就是贩卖的 就是买的 就说因为他们领养啊 其实也要给钱 因为这些美国有一些夫妇啊 他们就也喜欢领养中国小孩 但这个领养还是要花钱的 那么他们没想 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 这叫买婴儿 但是呢 其实在给他们小孩 那些所谓的领养机构 以挂着一个慈善面具出现 其实是在卖 就是说他们以为啊 好像一两万美金 他们觉得这很正常 手续费 手续费 对 其实他不知道 就是在贩卖这个孩子 贩卖婴儿 所以是有这个情况 而且在中国啊 我跟你说 光在中国想买小孩的人 我想也很多 因为在中国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婴儿啊 是个稀缺产品 是 我跟你说 不用外国人帮忙 咱中国农民自个儿就自产自消 对 就这个村里生的孩子 可能卖到几千里地外的 另一个村里 给人家当儿子 因为养儿防老嘛 很多人有这个观念啊 农村特别这样 而且农村你现在的养老保障没有啊 他他就得多多多要一个孩子啊 将来有人给他撑腰啊 嗯 对啊 就是这样 而且现在因为我们是一孩政策嘛 就是说你只能生一个嘛 那么所以对很多人来讲 他更像 就是说这个婴儿这个市场啊 供应啊 太少太少了 所以中国的情况就很奇怪 就那么想拐孩子啊 抢孩子啊 好像你的节目就做过是抢孩子是吧 没错 抢抢 偷孩子啊 什么都有 对不对 我记得小时候呢 我在台湾住的时候 不知道台湾呢 是另一种 他目的不是要抢小孩 偷小孩 他是要拿着小孩来 就是来勒索钱的 勒索 对吧 台湾就很多这样 对 台湾大部分 其实钓小孩都是因为勒索的关系 比较少会有人真的去买卖小孩 想要那个小孩 对 谁谁拿小孩回家就麻烦了 小孩太烦了 对 什么烦 小孩很烦嘛 对 他一直这个观点 因为他们那个是不要孩子的人 对 香港人是不要孩子 所以香港呢 生完了丢在厕所 对 你知道香港最好笑是什么 特首啊 现在曾荫权 他在几个月前呢 他曾经上过电台的时候 还不是他当特首的时候啊 他接受访问 他就鼓励香港人多生孩子 因为为什么 香港现在面对一个人口老化的危机 这个危机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呢 现在根据一个调查 香港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的 全世界最不爱生孩子的人 就是香港人了 那么所以呢 曾荫权就出来鼓励大家多生小孩 为什么 是不是香港人觉得经济负担大呀 经济负担大 压力大 地方太小 那么曾荫权叫大家最好一人生三个 那就好了 这不公然违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 当然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我跟你说香港呢 是这样 比如说你生孩子 考虑的事情很多 你比如说要 还没生之前 我看过很多父母是这样 我有一些朋友 大的肚子的时候 开始去幼稚园听讲座 开始给他挑幼稚园 因为你要选一个好的幼稚园 你要两年多前就要准备好 两年多前这孩子可能还没生 或者刚生下来 对不对 所以大的肚子就得去研究 好了 上好的幼稚园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好的幼稚园毕业的孩子 容易上好的小学 好的小学的孩子就上好的中学 好的中学的孩子就上大学的机会就更高 那么然后这好的幼稚园 好的小学 好的中学学费都很贵 所以呢你要为他费心 想这整个过程 要给他准备学费 那么光是学费还不行 他在那么好的学校念书压力很大 你要给他想好要补习 要将来成才 你要给他学钢琴 暑假要去英国游学 这一个孩子从这个婴儿时期 养到念大学是几百万 哎呦这真是 我跟你说两个世界两重天 这个你看香港啊台湾啊 都是这种问题 据我所知 我们这个福利院呢 我觉得得查查这个福利院的这个猫腻哈 过去福利院 给不是最早给我的印象 我们受到了某些 我们这个解放后拍的一些电影的影响 感觉在旧社会啊 那种育婴堂啊 那是很阴风恐怖的 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 但到后来呢 看了一些宣传 我觉得那社会福利院是个服务性的 很高尚的一种工作 在那里边工作的阿姨啊 我都觉得那都是很有爱心的人 人间天使啊 还要专门一些像那些智障啊 的儿童啊 那些什么社会上的流浪的孩子 他们就很有爱心的事 可是不做不知道啊 一做吓一跳啊 就当我做到一些法治案例节目的时候 光我脑子里记得的 你看过去一年里 我就报道过什么 有的那个福利院 那个智障 弱智的那个女孩子 来月经了 也可能比较脏的自己 不会打理 居然呢 弄出去 切除子宫去 切除子宫啊 所以当然这福利院解释 就说他们要这子宫也没什么用 对吧 我们也是 所以现在不要讲什么善意 我现在发现 我越来越相信 这个人家李敖老师的观点 就一个事啊 看结果 因为你心里到底怎么想啊 你说你是善意还是恶意 很难证明 很难知道 况且呢 可能人本身 你这个动机就很复杂 有一半善 有一半恶 谁知道你想些什么 但你干出这个事情来 福利院方面就解释啊 说我们是有爱心啊 这是我们爱心的表现啊 这些女孩子将来也不可能跟人结婚生子 这玩意她留着也是闲着 没什么用处 而且她来月经自己也收拾不了 弄得很脏 实际她生活质量更低 我们呢 给她一刀切了 这不就对她造福她一辈子 还这么说 这我报道过呢 我还报道过呢 更唬人 我广告之后再跟你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说的这个事 现在这个什么 衡阳市委市政府 紧急会议啊 正在进一步深发 这个案情 假如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你们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个福利院了 太丧尽天良了 这买了福利院 我见过人贩子买卖孩子的 这倒是 那就是福利院要是买卖孩子 那你说还能信谁啊 他这个基本上是个提供社会福利的 一个公家单位 你是收拾可怜的孩子们的 你才把他们转手再卖 哎呦这个我觉得真是隐含着的观点就是什么 你这个福利院的所谓负责人 你们在你们脑子里这个孩子是什么东西 是货单吗 是货 不是负单 是生财的工具 你知道我原来以为这是思想境界比较低的人 我报道过那个在贵州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拐卖孩子 不光是拐孩子 为什么说要看好啊 尤其是那个城市的那个农民工 他们住在城江城乡结合部 他们也不像是城里人有个围墙有个园村 没有啊 而且他们夫妻一般都是双职工跑外边干活去 孩子没人管 能够发展到现在是破门而入 拿着凶器 强行把孩子从母亲怀里抢走 最后这些家长们没辙了 到处找找不到啊 最后他们联合起来 最后会合成一千多人的 就说寻子大军 什么你负责找领导上上访去啊 你你你你有你有路子 你去上访 然后所有的妇女组织起来 拿敲锣打鼓 在街上啊 叫自己孩子的名字 男的们背上干粮 翻山越岭就去找 这么着最后引起重视 领导重视 公安部也作为什么部都挂牌答案 最后这案子破了 救回来几十个孩子 原来就就是这个集团 你听他这个名字 他们管男孩啊 叫正品 管女孩呢 叫负品 一年的叫一斤 一个月的叫一两 比如说一个男孩 是一年两个月大 就叫什么呢 正品一斤二两 一个女孩 比如说是在五个月 一个婴儿的话 就叫五两负品 就是什么 有时候中间倒五六到手 这么倒卖 就是你看他一个称呼 说明这些人的眼里 孩子 就是商品 就是商品 但是我没想到这种觉悟思想意识 居然发挥在你这个以爱心 照顾社会为己任的 福利院的人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子 他这个货品这个阶段 他是有程序的 就是说他卖一个孩子 或买一个孩子回来的时候 这时候这孩子是个货品 是个宝贝 因为他多一个这样的货 他上头就能够拿到更多的政策 拿到更多的资金 拿到更多的钱 但是当他真的是养下来之后 这就是个负担了 所以才会出现 你刚刚说那个给人家割子宫啊 这种虐待的事他都能够做得出来 所以他总是在一开始想办法收罗孩子们的时候 很珍贵 收到手之后呢 就弃如毙磊 对 咱们当然也不能这个一棍子打死一船人 是吧 这个肯定就是大多数社会福利院都是好的 都是都是都是爱心嘛 都是很好 但是你说出一个事 咱就得揪出一个事 一些类似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多少 这就得插个底掉 对不对 光美听了我们发生这事 引起你们台湾方向什么思考吗 没有 我就想到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高中时代 我们有一些所谓的瓷光社 我们那个时候呢 我们瓷光社就是专门去探访一些孤儿院啦 我们不叫 你们叫做什么 社会福利院 社会福利院 台湾呢就是给小孩 我们就叫孤儿院 然后给老人就是老人院 我们常常去 但那个时候呢 我就因为那个台湾好像这方面都不是官 都不是属于政府的 他们就是都是私人办的 当然政府可能也会有补助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要去那边 教小朋友做功课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看到那个情况就觉得 真的心里很难过 因为他们的生活 真的就像动物一样 但是我不晓得就是说 像有一些比较大的小孩子 他们跟我讲说 他们通常那个小孩子 到了一定的岁数的时候呢 就要送出去 我不晓得他们所谓的送出去 是什么样的概念 是卖掉呢 还是找人领养呢 还是就是让他们出去外面 自己讨生活 我是不太清楚 所以那个院里面小孩都比较小 我就看到他们有一些小孩子 真的就是被手靠 靠在一个铁笼子 他当然不是关在铁笼子 他就是靠在那铁笼子 我说你们这样会不会太残忍了 他说残忍 拜托我们再保护他 他完全没有 他是一个没有自理能力的小孩子 已经七八岁了 但是他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他又去伤害别的小朋友 他有时候可能就自己 可能掉到池塘里啊 去开瓦斯啊 干什么干什么 所以可能在我们眼中看 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时候你想一想 对 他们这么做 把他靠在那个铁笼里面 可能真的就是在保护他们 哎呦 你在保护他的身体 你没想到这手铐 给孩子的心理精神上 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绝对是 我跟你说 不用说别的 就很简单 将心比心 你自己的孩子 他要是这样 你靠起来吗 的确 我们要给他一些 特别的教育或辅导 但基本上 你应该尽量让他是 跟一般的小孩混在一起的 比如说幼儿园里头 一起上课 但这些小孩 我另外给他加长时间 去做辅导 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 这有很奇妙的效果 我亲眼见过 我亲眼曾经去过 一些幼稚园观摩 他就搞这个融合教育 有一个 是轻度弱智的一个小孩 他上课就当然很不守规矩 四五岁的小孩 满教室跑 然后又咬人又怎么样 但是我就看到 其他的小孩 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 其他小孩是对他很好 很照顾 比如说他打了人 哎呀先生 他又打我了 但是他还是笑 而且呢 他放学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他不懂得上厕所 该怎么去什么 是其他小朋友去抓着他的手 带着他一起去 然后又有一个小孩呢 是小儿麻痹 装了一根 带了一些的柱形器 绑在那个腿上 都是铁啊 金属啊什么的嘛 然后呢 他每次走路呢 你就看到 啪啪啪 那么响啊 那么应该是很引人瞩目 他应该很自卑 但不 他觉得很快乐 很爽 为什么 因为别的小朋友都很羡慕他 别的小朋友跟老师说 好厉害啊 小长他有机器脚 什么 我也要 什么 所以你就看到 这种教育底下出现一个什么效果 就是 呃 接受跟认同 对 这些小孩呢 他跟人家不一样 但是他会觉得他有自信 跟所谓正常的人在一起 他会感觉到人 人家的认同 这个 那些小孩也学习到 从小就懂得接受 跟你看起来不一样的人 这个儿童教育啊 这真是一门科学 但是你看 每每我听他讲这个之后 我都想到啊 这个发展水平不同啊 大家考虑问题的层次啊 真是很不一样 就是给亲 我们现在是 别拿福利院里的孩子当商品卖 是不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 这个 咱们去广告 香香三元型广告之后见 所以有个问题啊 就是这种卖孩子的 尤其你还在福利院 你这个脑子里 为什么能对这个孩子 不把他当人看 那这种就说人性冷漠嘛 我最近啊 做一个节目 看到一段评论 这节目也就是说啊 说穷人治不起病啊 最后就打活人 都是很著名的新闻 活人给送便宜馆去了 就是这么个说 对 我看到很多相关的评论 其中有一个评论认为 就说中国人现在活得很不愉快 压力 各行各业都压力很大 他的观点认为什么呢 住房医疗教育是三大保障 这三大保障缺乏的社会啊 人们很容易有恐惧感 于是你看有了这么一段评论 他说 我认为当代中国压力型社会的 一个基本特征 便是这个压力主要不是来自我们内心 而是来自制度 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 他逼得人们疯狂的赚钱 因为不安全嘛 我就得疯狂的赚钱 甚至不择手段 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和公民的身心健康 都因此遭到加速的破坏 恶性循环 而人们的自由 幸福 从容 信任 和谐 乃至亲情和人性 正在GDP的高歌猛进中 一点一点的丧失 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还有时候会造成一个经济问题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 社会不能够保障我自己 我只能靠我自己保障自己 所以我们赚来的钱 通常是存起来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凤凰紫叶快车 这个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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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